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以前台北市的跨年 台北市政府編的預算不會太多 大概就是800萬 但是沒有想到人家發現說 下下一次跨年台北市政府 他要編的這個預算 居然高達了6000萬 怎麼會從800萬 暴增到6000萬變得這麼多 大家非常驚訝 議員看了也很驚訝 那我們上一節才講到說 是不是跟明年的1月投票有關 後來算算實成是無關 因為是下下一次跨年 而不是下一次跨年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預算書裡面 已經編了6000萬 大家覺得說 那會以前不是都800萬嗎 一天的活動 為什麼要花到6000萬這麼多 市長柯文哲他特別講說 他說之前跨年的活動 就只有一天 但是接下來他們要調整 變成是一整個月 所以他的預算就要變比較多了 但是大家好奇說 那為什麼全世界跨年只要跨一天 台北市要跨一年 為什麼一整年都要去跨年 一整個月都要跨年 那官傳局他有沒有講到說 跨年的預算 往年都是800萬 可是現在大型的活動 預算已經不服使用了 那些廠商都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109年編列跨年預算的時候 把單日的活動拉長成為 一個月的連續性的活動 可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如果跨年是一個月的活動 那到時候農曆年又加上 這個所謂登節的活動 那難道說從1月到2月 都台北市都整個是在 節慶的一個狀態之下嗎 是不是專門幫柯P做 這個比較長的這種政績的感覺 那大家想說 這個錢花的到底對不對 因為畢竟是從800萬 暴增到6000萬 這個可能議員要好好的監督了 游書會他就特別講說說 這個跨年活動編列了6000萬 是非常土豪的行為 官傳局109年總預算 從5.9億元增加到6.35億 但是柯市長在他的詢問之下 他卻以為說 官傳局的預算是沒有增加 顯然柯市長真的很不了解市政 另外一個可以發現 是昨天議會市政報告 可是很多人發現說 這個開始藍綠都在罵 柯市長這件事情 覺得質疑他 是不是拿市政府的錢 去做他們民眾黨的事情 包括很多人拿了紙條 要他黨務人員 因為民眾黨的運作 它的組成裡面 有相當多是市政府裡面的官員 而且市政府官員 他們還拿了很多市政府裡面的高薪 現在拿了這些高薪 做了學區民眾黨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很多民眾都不能接受 更何況是號稱是這個白色力量的柯P 所以大家覺得完全不能諒解說 市長有這樣的做法 可以看到國民黨包括王鴻威 他說柯市長自己證實 未來的工作蔡壁爐會幫忙郭振英 如果是這樣的話 蔡壁爐早就應該要辭掉了 為什麼蔡壁爐月薪十幾萬 他卻是做去幫郭董的事情 難道這就是柯P的事情嗎 所有的立員都不能接受事情 柯P這樣子花錢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到台北市議員 由淑慧 淑慧妳好 哈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淑慧妳應該不會是還在醫院吧 我是還有一點發燒 真的喔 所以早上去議會以後 還是趕快回來 因為晚上還有非常多的中秋 OK 我們真的很感謝淑慧 在這個生病的情況之下 還跟我們視訊 跟我們分享市政 淑慧想請教一下 柯P他現在這個 我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全世界跨年都只有一天 台北要跨年跨一個月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也不能理解 我昨天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在 這個會期叫做預算會期 就是要審明年度的預算 因為我以前在官傳局工作過 所以我當然就優先看官傳局的預算 結果我就嚇到 因為我在台北市政府的八年 乃至於柯文哲市長上一任的四年 其實跨年的預算都是800萬 那這800萬的預算其實也算是高的了 像2017年全部全台灣有15個縣市辦跨年 15個縣市包括台北加起來是7,315萬 所以台北市的800萬其實是多的 但因為我們的效益一直都很好 所以我們就一直議會一直支持 所以市政府也一直辦下去 那我就看到為什麼這筆預算 在沒有任何說明底下 就突然變成了6000萬 多了5200萬 那這個增額是7.5倍 所以我在會議上的時候就問了 柯市長這筆預算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燒錢了 台北市這樣太土豪了 大家可以想看 跨年你要花6000萬 登節你要花6000萬 你光是新年這兩個節慶 你就要燒掉一億多 然後我問柯市長說 為什麼要花到6000萬 他說這是要辦一個月 那全部你聽了都昏倒了 全世界沒有人跨年要跨到一個月 是從國立新年要跨到農曆新年嗎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訝異 就是為什麼柯市府會編這個預算 到底是背後還有什麼目的 他的計畫是什麼 所以我們接下來也會跟部門質詢的時候 會在跟觀傳局那邊再做了解 蘇惠那你也特別講到說 你跟市長在討論 觀傳局的預算的時候 你有發現市長好像對預算 真的有點狀況外 對 因為市長他講了一個 很荒謬的理由 我當公務員也當那麼久 他說他把預算編大一點點 方便調度 不對 預算再大你都不能亂調 你都只能按本超科的去 按項目去分包標出去 什麼就是預算編多一點 我才好這邊用那邊用 這又不是家裡的錢說你給我媽 你給我多一點錢我好調度 所以柯市長 這個是完全不懂的預算的概念 他以為這是他二倍金 變越多越好方便他使用 所以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他還要安撫議會說 不要擔心 雖然這個暴增到6千萬 可是整個官傳局的總預算沒有增加 我心裡想怎麼 因為昨天只有6分鐘 時間不夠 可是想也知道 因為官傳局的預算其實不多 一年大概5億多而已 你有一筆錢增加這麼多 你一定整個總預算會增加的 所以後來我去查 果然官傳局的總預算 也增加了7% 大家覺得好像7%不多 我跟大家報告 整個市政府的總預算只增加了2% 而且這增加2%是因為 台北市決定恢復65到69歲的健保補助 這個部分過了21億 所以整個台北市人家都沒有增加 就全部只增加2% 但一個官傳局為了辦一場活動 讓總預算暴增到7% 我不知道在市府內部的時候 財政局跟主計處在審預算的時候 怎麼會讓他們過 這是我很疑惑的地方 可是淑偉我在想說 因為我昨天看天下雜誌 他說柯市長 就是執政第一名 民眾最肯定的 就是他辦了一些藝文活動 他可能覺得藝文活動 大家喜歡讓他找家這樣 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不是這樣 那倒是昨天在議會裡面 很多人 我覺得不管藍綠 大家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已經赤裸裸很明顯的 柯P就是把市政的人力資源 都用在民眾黨 而且好像沒有人可以阻止這件事情 您怎麼看 是 其實我們一直跟柯市長說 如果你要有同仁去幫你阻擋的 或者是去幫你跑選務的 你就公私分明 因為你一直告訴大家說 你要公私分明 比如說蔡壁如要去幫郭董選舉 你就讓他離開 反正郭董給他的薪水一定比市府多 那如果你有需要幫忙黨務的 你就應該專職去 絕對沒有 這又不是四五十年前以前 人家每次罵國民黨說 黨政合一的年代 何況這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這麼多年來的良好傳統 就是行政中立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發現 柯市府的團隊 包括他 包括蔡宜芳 包括學姐 包括蔡壁如 他們常常在上班時間 沒有請假 就去做政治相關的活動 譬如說跑到關渡宮去參拜 好像自己要選了 這跟市政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那天陪去了蔡壁如跟周宇修 都是公務員 大家不要把他當作說 他是柯文哲的人 不對 他們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他們每個月領著台北市政府的錢 甚至還有年終獎金 績效獎金等等 所以跟所有公務員一樣 都應該要以市政為主 那我們調閱資料以後發現說 這個也沒請假 那個也沒請假 那這到底算什麼了 而且大家還記得 之前卓榮泰主席質疑柯文哲市長說 你常常跑到外縣市 你的錢從哪裡來 柯文哲市長說 我們都是讓人家請客吃飯的 我覺得有一些話 不知道為什麼 從柯市長口中說出來 好像就可以 大家知道 政治人物公務人員 不可以被人家請吃飯 隨便請吃飯的 如果人家請我們吃飯的話 我們回去是要登陸跟申報的 可是怎麼會到了市長的一個說 他很在乎廉政的市長的口中 好像人家請他吃飯是一件 你看我多麼懂得打算盤 我都沒有花到自己的錢 我都是到處去吃別人的 我覺得這個在身為市議員來說 我真的沒有要刁難他 可是法律就是法律 連政就是連政 這個真的是不OK 淑慧 最後一個問題有點題外話 今天新聞政壇上最大一件事情 就是郭董終於揮別了國民黨 你怎麼看 我只能恭喜柯文哲成功的拐走了 一個大金主了 之前大家想想看 今天柯文哲說 希望台灣可以掙脫藍綠的泥棗 好像講到柯文哲多麼討厭藍 多麼討厭綠 多麼想要推翻藍綠 可是如果大家把新聞回顧到去年5月 去年5月柯文哲為了爭取民進黨 在台北市的禮讓 他曾經為兩岸押心道歉 他也曾經說他全力支持蔡英文2020年任 大家應該還記得吧 新聞去Google一下都有 好啦 我們試著去想 如果當時民進黨就真的禮讓了柯文哲 請問一下此刻的柯文哲 是不是就站在蔡英文的旁邊 舉起蔡英文的手 然後批評郭台銘是財團 是拿著刀叉吃人肉 要解釋在大陸的資產 是不是就是變成這樣呢 所以今天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不過就是拿不到他所想要的東西 然後離開了民進黨這條大船 他又到了郭台銘這條大船 其實不管是柯媽媽也好或郭台銘也好 其實私底下或公開都曾經講過說 因為蔡英文被管住了 因為他們原本是想跟蔡英文合作 蔡英文他們也知道 蔡英文有跟他們表達要合作 可是因為蔡英文被管住了 因為蔡英文的總統府裡面有一個派後 所以才讓蔡英文沒辦法跟柯文哲合作 這個是柯文哲跟柯家之前一直的態度 所以也就是柯文哲根本沒有什麼擺脫藍綠的泥藏 他只是在綠的那邊拿不到他要的 所以他就反過來從藍的這邊開始去挑撥離間 去見縫插針 不過今天我覺得這個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 身為一個政黨 而且身為一個大黨 我覺得我們就堂堂正正的繼續走下去 繼續站下去 我覺得韓市長也不用為這種事情來困擾 繼續去思考他的國政 繼續是做好他的高雄市政就好了 我覺得我們不是要去爭取柯文哲的一張票 或者是郭董的一張票 我們要爭取的還是全台灣所有民眾 對於國民黨的信任跟選擇 所以我覺得就堂堂正正的繼續走下去 不要再去為了這件事不斷的糾結跟停留了 謝謝淑慧生病的過程當中 還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祝你早日康復 下次再見 拜拜